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們 SKY今天要幫大家介紹澎湖最美的母豬落海 哈 當然不是你想像中的那隻母豬啦 其實母豬落海是山水沙灘的舊地名 相傳早期山水居民家家戶戶都養豬 作為家庭的副業收入 有一次呢有隻老母豬跑到沙灘上 結果被一隻大章魚拖下海 於是村民就喊 迪布羅水羅 迪布羅水羅 哇喔 於是這個地名就這樣來啦 但是呢 SKY比較好奇的是 這隻大章魚到底有多大隻啊 能把一隻迪布這樣拖到海裡面呢 好啦 姑且不管這個地名的由來生死與否 但是不可否認的山水沙灘 絕對是澎湖必去的美麗沙灘之一 從空拍看呢 你就可以發現他絕對不輸日本的沖繩 而且在附近呢 還有一個天國的階梯 如果有興趣呢 也可以到川珍寶民宿外面拍攝 但是記得先跟老闆娘講一聲 幫忙打個卡 你就可以免費拍攝啊 除此之外呢 在山嘴沙灘的西側 還有一個山水三石高地公園 那過去呢 這邊是軍方的管制基地 如今呢 現場有保留軍方的軍社軍營 還有留下一些過去澎湖倫的回憶 都在裡面做展示 同時你也可以在下午的四點到七點左右 來這邊看夕陽 還可以一覽山水沙灘 兩百公尺長的美麗景色喔 千萬不要錯過他 因為我覺得這裡是約會非常好的地方 均勻的樹色呢 也採用非常可愛的漫畫風方式來呈現 也是非常有趣 還有戰地的碉堡跟指揮中心 還有澎湖的特色 天冷局 那這邊SKY要再次提醒大家 澎湖的太陽非常非常的厲害 建議大家呢 最好開車比較不會被曬 不然就是穿好防曬衣 戴好帽子 比較不會曬傷 如果你是為了曬黑而去澎湖呢 那請你塗上橄欖油 保證你回來的時候呢 歐筋歐筋的 而且又不會曬傷 好啦 那最後 如果你喜歡SKY的影片 記得訂閱SKY的YouTuber 部落格跟FB喔 謝謝大家 咱們下次見 掰掰